我们中国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啊 就是北约这个三十一国 跟他们全面开战之前 应该做什么准备啊 我总结了一下啊 最起码要做到十点 因为最近他们叫的魂 也不排除全面开战啊 咱们全面开战之前 应该做哪十大准备 可能这个准备啊 不一定马上能开战啊 可能这个准备要准备很久 当然了有时间准备更好 因为一旦咱们这十大准备做好了 有可能不战而驱人之兵 看看能准备多少啊 我自己总结的啊 我给你们念一遍 第一 补齐科技上的短板 不让他们卡搏的 就不让美国等西方世界卡搏的 补齐科技上的短板 这一句话很简单 但是需要很多啊 科学家啊 很多这些伟大的院士 甚至是革命先烈 抛头颅 撒热血 欧西沥血 甚至很多人累死在工作岗位上 可能有的还没达到呢 所以说你这句话很简单 但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知道吗 就包括现在啊 什么芯片呢 什么这种那的 都有突破了 第一点必须补齐这个短板 不让别人卡搏的 第二点 把这个武器的数量提升上来啊 比如说第一 核弹头数量 清弹数量啊 常规的这个超高音速导弹的数量 火箭炮数量 枪炮 航空母舰数量 驱逐舰数量 什么歼20飞机啊 是什么歼35所有的飞机的数量啊 包括这个雷达 是不是 都算上 激光武器 然后驱逐舰啊 核潜艇等等 一切的一切 数量提升上来 因为一旦开战 这都是消耗品 知道吗 功于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咱们那个解放局呢 一直历史以来都是反败为胜 以手胜夺 但是说实话啊 那个也是很无奈 因为当时这个科技 科技武器配置差 那个 这个比较贫穷 咱们有火力不足 恐惧症 但是现在应该是治好了啊 但是还是不要轻敌 应该把这个数量再补齐 第二点很重要 第三点啊 很重要 必须建立自给自足的 完整的市场经济 循环体系 什么意思啊 打个比方 来 就是哪怕中国不跟全世界任何国家接触 我们自己的市场也能自给自足 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生活必需品 粮食等等 都是自己生产啊 所有的用品都是自己生产 哪怕不跟外界所有国家接触 咱们听清楚啊 这里有两个重点 哪怕不跟外界所有国家接触 我们也能过得更好 这句话的两个重点是什么 不跟外国所有国家接触 但是这不等于闭关锁国 第二点是还能过得更好 这个就有难度了啊 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市场经济循环体系 撞过来说啊 结合地图 第四点啊 团结世界上可以团结的朋友 多交朋友 特别是价值观一致的 哎那有老铁就说你 刚才还说你上一条第三点你还说你 不跟世界上所有人接触 然后建立自己自足的 那个市场经济循环体系 怎么又多交朋友的呢 为什么多交朋友 我建立自己自足的市场经济体系 是怕以防万一全世界 没有人敢帮我们 因为我们这敌人啊 是五千年来最强大了 头号了 没帝国主义 还领了一帮小弟 你知道吧 所以说做好这个打算 但不等于我们没有朋友 就比如我 我认为人脉是个屁 我可以不用任何人赚钱 我拍视频赚钱 但是不等于我没有人脉 有跟我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也要有 所以说世界上啊 反美的力量很多啊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团结 团结世界上 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对不对 我建议要多上这个 拉丁美的后院去交朋友 在哥罗斯沙周边的 也都交朋友 知道吗 就是这个意思 第五点啊 第五个准备 那就是老生常常的 可能粉丝们 那个耳朵都听说讲的 那就是消灭国内的 汉奸卖国贼 间谍公知 宠阳媚外的这些 带入党等等啊 所有必须消灭 因为他们又 现在有点太嚣张了 我天天在跟他们斗 我天天都奋斗在 奋战在舆论的一线啊 这也是特别重要 再坚固的堡垒 有可能从内部攻破 如果他们渗透到各个部门什么 那我们就麻烦了 知道吗 所以说现在社会的价值观 舆论风气 应该是治理一下 这点特别重要 赞钱必须先杀汉奸 听懂吗 有可能它是辅助这个战争热战的手段 但是现在看来啊 有可能这主要听清楚这句话啊 有可能这是西方世界主要颠覆我们的手段 听清楚吗 多少年以后回头你再看我这个视频 你会发现 我说的是有道理的 我是有预见性的 这有可能是他们主动颠覆我们的手段 因为西方世界经常给别人搞颜色革命 导致别人内乱 知道吗 这一点非常重要 一定要把他们都揪出来 然后消灭他们 第五点非常重要啊 第六点啊 第六点是咱们的民生啊 第六点 保证粮食等产能充足 而且要注意食品安全 像外国那些转基因食品 垃圾食品 什么病毒这那的 病存口入对吧 咱们必须检查 而且消灭 咱们够吃 还能吃饱还能吃好 还没有危险还安全 这个也很重要 然后第七点 第七点啊 这是我提出来的啊 虽然我啥也不是 我不算啥啊 但是我可以提一些建议啊 第七点 彻底改变教育体系与结构 培养新时代的人才 培养下一代的接班人啊 培养全民的爱国意识 纠正社会不正确的价值观 老太太倒了就应该服 你可以拍照取证 知道不 看到崇洋没外人公开侮辱咱们国家 这必须现场拿下 汉奸人人得着注资 听懂吗 你看到那些开什么奔驰包包包世界 不要羡慕他 垃圾 国产特 比亚迪比他们强 本身我就说扯的 听懂吗 纠正社会价值观 哎呀 你家海子长大了 上哪那儿灵雪 这个大 别扯淡 外国呢 就地域中国最好 我就告诉你 价值观是不正确的 就因为我相亲错对象 他姑说 他还在除去 那个除我留学 让我一顿说对象的谎 听懂我这是真事啊 所以说一定要纠正价值观 第八点啊 第八点啊 有几个人敢说我不知道啊 我只能提一嘴 第八点啊 我怕这个视频都没了 第八点啊 整顿房地产 改变以房地产为龙头的产业结构 我只能说一句啊 我不一定懂啊 但是我认为每个人都有房子住 中国的所有房子 如果真正社会主义一分 每个人 每个人都得分 最少得分两套 可能啊 对我不太懂 我只能稍微提一句 第九点 改善 这是改善 因为咱们已经很健全了 改善 改善提升 改善医疗与养老的制度啊 这里重点提一下医疗 最好所有的医疗的设备啊 都用国产的 现在已经突破了 不需要用外国的 你是关系到什么采购利益 什么就三家医院 这那费得用外国这个 我得提一句 中国的也不错 像核磁公认前一段时间突破了啊 外国的好几亿 几千万 咱们这个 外国的好几亿 咱们就千万就 就做到白车架 听懂吗 尽量用国内的 这是那个医疗的 怎么说呢 这有个体制问题啊 应该改 不敢多说 第十点 鼓励个人创新 注重知识产权啊 啥叫创新呢 就是 比如说我这个想法 我今天提出的这几点 好 哎 你可以拆那 是不是 然后鼓励我们创新 各方面的啊 不只是智慧方面的 你哪怕你多生几个孩子 也就创新 建议多生孩子啊 为什么呢 就是一旦战争 他消耗的 不只是武器和金钱 有可能是生命 所以说这个 新生儿的下降率 这个底 这也事件大事 影响到未来深远 你知道吗 我必须看到 更深远的问题 否则的话 我就不配上这来 给你们出视频 给你们讲 我必须看得更 更长远 以前那个 一家好几个 割几个 上战场 你把老大 老二 老三 割好几个 割五六个 你一个打死了 所有人上去报仇 同仇抵 你看听懂吗 现在一个独生子 灌的都不行了 听懂啥意思吗 没有战斗力了 懂不懂 所以说得鼓励创新 包括多生孩子 知道吗 以上十点啊 如果做到了啊 有可能不再去认知病 假如说有个三五年 五年八年 咱们全做到了 那咱就是全世界最强的 不是第一 而是唯一 至于什么统一弯弯 那早就回来了 听明白吗 别人说你够操心 反正你说的也对 我看他们憋气 我想上去就打他们 我也说了不说了 但是国家的考量 我认为啊 应该是比我更要全面 听懂吗 因为在那个高度中 看到全局到底怎么回事 资源到底怎么回事 我看不到 但是我有这个思想 知道吧 咱们要相信咱们国家 一定考虑得更全面 所以说有的人 我说没有什么 但是还是还没点 一种 我看不到 但是我没想到 大家看不到 瘋子 我看不到 我思想 我死的 老被子 都命烈到 儿子 她的 珍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